这回真的要走了 再见了 都收拾好了 一个月又这么快过去了 哎呀好像来的时候是昨天一样 还有点不舍的 那好了 今天好多没有东西了 我们这箱子太多了 然后叫了两辆车 那天去买 当人发买了饼好吃 我刚才又叫了饼 这好刚到了 然后他俩还爱吃呢 刚才吃了一人吃了两个鸡蛋 对啊然后再吃个饼 阿姨也爱吃我就正好点了两个 这饼就是不能拿回去 能拿回去都拿起来就回去 这今年一月份就开始往外跑 跑到八月份 下半年我们老师待了行不行 可别那啥 孩子们也得安安稳稳的 一段时间 不要不要不要 不进地下车库 从那个北门那里直接有个左转的右转的右转的地方右转过来就可以 对然后你就对对对不要进地下车库 韩国也得跟你们说汉语 知道了吗 回韩国也不能说韩国语了 汉语卖了啥呀 那种大虫子 这大虫子 他就喜欢那种没有什么特别味道的 要么就是不甜 要么就反正就是啥味没有吧 大馒头 那爸去接车去了 那个司机找不到我们了 找我 找不到我们了 来了大车 妈妈 哎 哎 啊 嗯 嗯 嗯 四个 这个司机来帮忙 妈妈吃饼 妈妈吃饼 妈妈不吃饼 哎 你不要动那个儿子啊 一会儿让他找你 告诉你 哎 你不要动 哎 妈妈不吃饼 我不吃饼 妈妈吃饼 你吃吧 他现在可会说话了 他会把名词和动词 放在一个句子里面 哎 哎 哎 因为这个车的后边有点窄 但反正我们不全坐的话 就可以 我吃饼 你吃饼 哈哈哈哈 你说我要吃饼 嗯 好了 我和他们俩坐一个车 然后我老公跟阿姨和老三坐一个车 这里出不去得后退 对对对跟这个出租车出去就可以了 还吃饼 吃饼 好好坐着啊 我们要去高速公路 嗯 所以要坐好 还吃吗 嗯 这个饼好不好吃 好吃 但是韩国没有这个饼怎么办 哈哈 要回中国来买这个饼 可以啊 哈哈 可以 可以 可怜天下父母心的 阿姨走哪里想她的儿子 给她儿子去买烟去了 买烟酒 带回去 她说得给我的人买好的头 说儿子可笑不是了 是阿姨还要带酒啊 我们到韩国了 这飞机起飞的时候也不知道咋的了 金老三 妈也哭了得有20分钟 然后哭完之后 给她整睡了一会儿 抱着她可能上飞机的时候 耳朵也不得劲 我就给她吃那个奶嘴 然后她也被吓醒了后来 反正一顿哄 幸好时间短 然后下了飞机 这孩子一哭太可怕了 啊 没事儿 一会儿拿 别滋满烂叫了 哭的嗓子疼了一会儿啊 到韩国了 现在再回去的路上 嗯 哎呀 昨天到家收了 收拾了一晚上到 11点多 这是从国内拿回来的玩具 哼 本来她都扔了 她俩不让扔 拿回来了 然后现在都收拾差不多了 整理差不多了 了